皇上 听为是如意救了皇姑娘 她无事吧 无事 而且听宫里传回的话 义竹儿知道 纳尔布大人足了的消息了 朕不许人说 海贵人也没对人说 她怎么会知道 那必是有信任安排的 先报死去 再送纸钱 让太后以为是义竹儿诅咒 动了责罚 这是好著名的安排啊 是皇后 皇后千算万算 没算到姬太平会行刺 简直是拿太后冒险 又用太后之手处置义竹儿 难怪太后生气 臣妾给皇上请安 皇后来了 皇上 皇额娘遇刺 臣妾心中实在惶恐 想回宫 亲自给皇额娘请安 皇后孝心可见 不过你也派人回宫问过案了 心意尽到就好 后宫诸事繁多 还有劳你依依操耻 皇上的意思臣妾明白了 朕想着近来前朝正是繁杂 在圆明园处置也不太方便 不如早先回宫吧 那臣妾就安排下去 朕恶心的厉害可受苦了 朕恶心的厉害可受苦了 都说头三个月最重要了 咱们要谨慎点 以免惹来大祸 你忘了梅萍和仪萍的例子了吗 如果有人问起 就说是我中暑了 千万别说我已经有孕的事 奴婢记者了 皇帝是挂心哀家被刺一事 特地赶回来 也算是有孝心 只是那个皇后 哀家一想起来就还是有气 您已经处置了丞翰 也一直冷着皇后 就让她自己吃着教训吧 倒是皇上 竟然明着按着提乌兰那拉式 想来室友放她出来的意思 您那日也说 让她留着性命以待来日 竟然怎么不松口了呢 两条皇嗣的命必得有人背 当年哀家让她进去也是因为这个 如今这个说法没动 即便她救了哀家 也不能轻易放她出来 罢了 不提他们了 叶和那拉调教得如何了 琴棋书画都精通 人也是聪慧灵巧 一点就通 这么好 便无半点缺处 不愧不愧 整日里捧着皇上的御师不放手 眼神也是痴痴的 是个情种 太后 要是她感情用事 怕也难成大器 有点真心 更好成事 好 从来没想过 玉玺是这般的难受 做也不适 我战也不适 我吃也不适 我不吃也不适 整天就这样头晕目眩的 卓 您这都算好的了 多少人吐个没完 那才像难受呢 瞧我这身子 连玉玺这么大的事 都不能亲自去跟姐姐说 还有姐姐阿妈去世的事 我也不能好好地去陪她说说话 冷宫里还闹出这么大的风波 您千万要保重自己 您玉玺了 不能去冷宫那种丧店 更不能说些生啊死啊的事 肚子里的龙胎惊不得 我就是因为玉玺了 才应该好好把握机会 救姐姐出来呀 卓 怎么了又要吐吗 不行 我去找姜太医 看看有什么法子 能缓和一下 这样下去可不行 不 你别去 好在皇上这些天 都没有来延喜功 否则我怎么办嫁呢 主儿 今儿个夜里 皇上还是照您搬嫁吧 搬嫁就是恩宠吗 也不见得 这话呀也就主敢讲 不过也是 皇上呀 这一个月里 小半时候都有您事情 这也不稀罕了 今晚皇上未必找我 今儿也不是什么节日 皇上不必陪着皇后娘娘的 今儿是八月初二 是我陪着乌拉那拉市 今儿是一日 尽前邸的日子 尽前邸的日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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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m 一番 可希望願ий 今夜凉宵 臣妾想来陪陪皇上 皇上都不记得了吧 臣妾当年入府为格格 就是八月初二 皇上画的这是什么花 灵霄花 皇上画什么花不好 非要画这种低贱的花 岂不知白居易说灵霄花 昭为拂云花 目为伪地桥 既言立身者 物学柔若苗 这花玉花园里种着 哪里低贱了 你没听过 披云四有凌云志 向日宁无捧日心吗 臣妾无知 您也别取笑臣妾吗 皇上怎么不画了 没心思 画不好 那臣妾去给您寻本画谱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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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这画上是乌拉纳拉氏吧 您还留着呢 摆了那么久的东西 朕一直搁着没留意 可如今他都进冷宫了 您还念着他吗 冷宫之人有什么可提的 那臣妾不许您再留着这幅画了 要不是你翻出来 朕都忘记了 李渔 奴才在 把这画拿去烧了 省得碍眼 喳 贵妃娘娘 那就劳烦李公公吧 臣妾就是知道 皇上还是疼臣妾的 还要有什么小巢的 臣妾不敢 皇上借这画吧 这画第一件 朕不画了 皇上 臣妾错了吗 皇上 朕 快进屋吧 这外卫蚊虫多 你先歇吧 我在这儿看会儿星星 但奴婢陪你 人在两地 只有天上的星子相公 这十八月初 这十八月初二 总是想皇上了吧 想起当初嫁给皇上时的欢喜 竟是这般遥远了 皇上曾经对主那么好 却还是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 我一直引以为靠的三个字 就是皇上经常对我说的 你放心 原来 终究还是不可得 李公公请 先生 郎大人 李公公 这是皇上一直收着的话 请郎大人 代为收着 我知道了